哈囉大家好,我是柴灣,今天要來繼續玩文明帝國6,拉美希斯20 那我們上一場的話,玩到了英雄時代,然後我們也選擇了幾個遊歷卡 遊歷卡天啟跟不朽之夜這三項 那基本上這三項除了前面最後一個之外,其他的基本上對我們來說影響不大 所以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原則上還是會先以這兩個科技跟自由思想跟啟琴說話去著重 那接下來的話,這個開拓者呢,我原則上這個開拓者出來之後我會直接先讓他派過來這一個位置 然後把馬格魯斯派過來這邊,然後盡快的把他弄起來 把這個城市中程度維持住,然後也佔據這個點 然後接下來的話這座城會利用一下馬格魯斯跟建造者的加成 然後趕快的把羅馬遊行大學廠把它給建出來 OK,好,那這邊的話接下來兩個水魔,我們就看下一個回合吧 水魔完成之後,會準備進到... OK,我看一下這邊,原則上我會選遠程,然後這邊的話就投我自己 好,遠程這邊沒有過,但是拉美西斯這邊我倒是自己過的 OK,這一隻偵察兵會死掉,我們就不理他了 這邊建造者的話,我們把這個種植園把它改良起來,橄欄 這邊有人應該是在做軍事擴張的部分 然後這邊騎馬完成,或者馬場跟騎手,兩個目前來說對我們來說都不是特別重要的一個東西啊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一樣繼續會先把這個建造者來這邊改良 然後這邊的話就可以做橄欄的工業 不過我應該還是會先來去把這一塊改起來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來看一下交易的部分 呃,目前沒有人可以交易 喔,居然...居然沒有人要這個...呃,居然沒有人要這個喔 這倒是蠻難得的 呃,連你都不要嗎? 喔,因為你在開戰是不是? 沒有什麼特別好的交易內容 你呢?你也是 好吧 那原則上接下來應該會希望可以把工程弄起來 但是我後續要做城堡啦 所以說,城堡這邊可能會先做 然後把馬丘比丘GN廣場香菱加成 GN廣場馬丘比丘這個或許可以考慮一下 我看一下馬丘比丘必須建在山脈單元上 那也許是在這一個位置吧 如果這邊要做馬丘或是在這一個位置其實也還不錯 馬丘比丘 我們稍微標記一下下 這樣之後這兩個人會標蠻高的 其實也還算不錯 只是說這個位置可能會需要 這一座城來去處理了 我可能不會這麼快有辦法去處理它 好,這邊的話開始做娛樂中心了 好,守住這邊剛剛開拓者完成 我們直接把它先派去預定的地點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繼續把 劇院廣場 目前我的金幣也還不夠啊 所以說我這邊可能會先做個競技場 但是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呃,我想一下其實我這邊還需要再一座城 五個回合可以再一座城 我覺得我這邊再做一個開拓者好了 然後來上面 來去拿上面這邊的 上面這邊的東西 原則上這邊可能會有一個港口 理論上會是這樣子 OK,這邊有 研究這邊工程完成吧 秋比就可以做水渠頭石機 然後這邊剛剛有火山爆發 目前這樣子的話也還OK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走向 呃,城堡 然後 基本上會是城堡啦 好,目前的話 科技跟文化不算落後太多 大概輸了三分之一 但是不算落後到太多 理論上有機會的話 後續是會可以拿回來的 這邊 原則上 港口跟市場 廣口 劇院廣場這些都要趕快拿起來了 我現在目前的話就是金幣有一點缺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們這邊封建主義完成 然後建造者這邊可以改一下 呃,開拓者這邊還需要用到 所以說 正題的部分 奇觀我可能也還是需要用到 因為後面還要做那個 羅馬原型大劇場 所以他也算是古典時期的 奇觀 所以我們目前還沒辦法去做 其他的效果 可能這邊神秘主義要先拿一下 然後軍事傳統也要先拿起來 接下來的話會大圖書館 然後可能會走向商人共和國 所以原則上應該會是這樣子的節奏 因為我這邊目前都還沒有做出任何的劇院廣場 這算是比較麻煩一點 古書館這邊完成 我們這邊讓這個開拓者來去 這一個位置 我還需不需要再來一些開拓者呢 呃,理論上 這邊上面或許還有一些些位置是可以開成的 但是目前來說 我可能可以先暫時不用開拓者了 可能可以先換上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新建的建造者這一個 這個後續再用到 建造者擴充的時候會比較好 會蠻有用處的 比如說我這邊就可以用建造者來買 會有一個加五的嘛 然後這邊競技場 劇院廣場 我這邊的話因為有這一個東西的關係 有這一個信仰去買的關係 所以我這邊錢可以省下來 去把這一個 這塊地買下來 然後我們把劇院廣場建上去 好,這邊的話 會有扣五的開拓者的 欸,開中誠度的問題 不過原則上我們還是要先開 然後這個我們用這個把他趕走 呃,這個建造者的部分 他會過來協助 他理論上要先過來協助這幾塊地 所以說 接下來 這邊這個劇院廣場也是會挖掉的 應該說這一個 這一個劇院 這一個 地是會被挖掉拿來做 那個大劇場 好,這邊的話 忠誠度問題喔 我們這邊先來 呃,我看一下有沒有下一個 迅速可以拿到這邊的 這邊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六個回合之後我可以拿到一個 可以拿到一塊 所以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也許還不需要這麼快的 去把忠誠度拿過來 我這邊可以先放一個紀念碑 先暫時先給他放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還算可以啦 嗯,我先跟你交易 OK 這個 暫時不管 然後這邊的話你有誰 還是沒有欸 這難得 居然都沒有人要那一塊 居然都沒有人要那一個 額外的 呃,那個叫什麼去了 設置品資源 好,這邊的話我想要先來改一下這一個工業 生產平民 生產平民 但因為我首都其實也沒有額外的 那個設置品資源的啦 所以說你這邊直接做的是還好 而且這可以加一下你這邊的生產力 所以也還算不錯 OK,你這邊你總算要跟我交易 但我可以跟你交易這些 你的資質你現在跟我關係還不是特別好 我們這邊過來這裡 然後這一個先跳過 這個把他攻擊 這個也攻擊 把他趕走 他應該會掠奪 沒錯 好,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 原型大劇場 他需要進技場 我們先做吧 這個把他趕走 這個過來 然後這一個開拓者 我們要直接在這邊開 成 OK 那這一個的話 我覺得我會直接 把這個砍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 呃,我可能會用買的方式 還是我要用 我可能 重點應該還是在建造者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的話應該會先用買建造者 然後這邊的話你就慢慢 先去做紀念碑吧 然後建造者的部分可能 會派過來這邊幫忙 這邊的話你上來這邊協助 然後這一個 呃,伐木場 要不要弄呢 我這邊還有三個可以用 這一塊也是 我覺得我先做 一樣先伐 然後把這個砍出來 我們直接開始做原型大劇場 但是原型大劇場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說 這一塊地我要把它買下來 135 呃,是有一點多錢啊 看一下喔 有沒有人 想要這一些的 你這個48塊 再來一個 嗯,好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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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可以 我們這邊直接買 然後直接開始做 OK 那這邊原型大劇場就開始在整理中 然後接下來 這邊待會還要做一個劇院廣場 所以說呢 呃,是人們對往事一致認定的說法 你這邊忠誠度還是 忠誠度有在起來 所以目前來說 這樣子還OK 然後行政長官強化的部分 呃,我可能沒有東西可以直接拿 因為那個 另外一個 忘記那個叫什麼 古神的那個 秘密結社一直拿不到 好 我看一下秘密結社的部分 要怎麼樣去 解鎖他呢 行政長官 虛空 部落村莊 我沒有發現到 就很部落村莊嗎 欸,靠腰,按著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可能會直接先委任他 或者是 委任產生點數加1 這個其實也可以 嗯,還是要拿量 其實拿量也還可以喔 我覺得可以拿量 然後直接派到阿肯納君這裡來 然後 你這邊的話有沒有什麼地 是 這塊地一定要拿到啦 但是你也不會拿 這塊地沒拿到有點可惜 所以有可能 這座城我可能 後續 有可能會打下來 很難說 好 然後這邊的話 呃,這邊 接下來我可能要 會把 這一塊地挖開 還是說我們來拿這一塊地 直接把這一塊地挖起來 85 直接挖9個回合 有人任何其他人在做 原型大劇場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 所以目前只有我一個人在做而已 理論上來說 我們這邊把這一塊地也挖開 然後這個在這邊駐紮 你這邊 定居 附近定居 所以本來就 不好 我們這邊可能下一個貿易路線吧 下一個貿易路線要給他 跟他去做貿易 OK,這邊有加3的 然後我們這邊 這一個再去做 強化 不是強化 再去做額外的生產力加成 然後這邊的話 首都 首都這邊 剛剛巨岸中心完成 所以說 欸,巨岸中心還沒 欸,巨岸中心完成了 對 我這邊可以做市政廣場 或者是港口 10個人口 只有5個回合之後 可以做 嗯,但是市政廣場這邊還不夠 我們這邊先來做港口吧 好,這邊的話 區域內的建築 嗯,目前還沒用到 這一個是他用的嘛 所以你這邊如果43 43 這一塊地還是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因為你有食物 食物要弄嗎 我覺得可以不用 我覺得我先弄你這一塊 可能88的生產力還比較好一點 88這樣會到374 374的話 我現在沒 這一座城是14 38 38 374 14 大概在兩個回合吧 你可以完成 欸,其實完成耶 算錯了嗎 好吧,沒關係 完成也好 那這邊這一塊地的話 理論上 他應該會有機會 可以拿到蠻多層的 所以這上面這幾座城都會有半 都會吃得到的這個滿意度 所以這一個中層 那這一個羅馬競技場還蠻不錯的 我這邊上面可能 看狀況啦 不一定會再開城了 但是也是要看狀況 理論上最好的情況下 當然是可以再開一座城 這樣的話整座 整個位置 然後或者是這一座城 如果有辦法拿得到的話 其實也還不錯 因為這一座城應該也有在他的範圍內 123456 他也在他的範圍內 所以這一座城會蠻 如果可以拿得到的話還蠻不錯的 OK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一下我這邊的布局 我這邊還插一個GN光彩 還要在這一個位置 所以說 這邊的話我可能就會直接把它建下去了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來把這一塊改良起來 OK,他們已經開始陸續有再拿到一些東西 然後 這邊的話兩個回合之後他會 可以改良 所以我們這邊先過來這邊做準備 這邊應該是又開了一座新城 對,喬治亞在這邊又開了一個新城 好,這邊有稍微的噴發 我們來把這一塊改良 然後後面七個回合之後會完成這一塊 我們這邊的話 我可以 痾,你這一個行政長官 你應該 這邊會有額外的加1 所以如果我這邊直接用他來買建造者的話會是加6 所以六層很強 六層的建造者直接是滿的 雖然說沒有拿到金字塔啦 但是這邊看起來 似乎阿 我們這邊看起來似乎有注意到 痾 痾 那個誰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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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亞似乎有想要跟我們開戰的意思阿 所以說 我這邊的話 也許也許 可以先跟你做一點點的成 一點點的貿易 雖然說你這個貿易路線可能不是這麼的強 然後我這邊的話 有機會跟你買到一個商人嗎 兩百六不行 所以兩百六的話 有什麼人可以願意給我一點現金的 痾 你這邊現金給我太少了 你這個呢 這個沒有人要 鐵的話也 鐵的話 一百二十五 我這邊跟你貿易一下 然後 這邊跟你買個商人 然後 待會這個商人直接先跟 荷蘭的人去貿易 看下一個回合之後有沒有辦法改善一些關係 因為他這邊看起來 意圖不軌 OK 那這一個巧克力 巧克力的另外一塊是在這裡 所以說我們這邊也沒辦法直接跟他做工業 所以這邊直接給他工業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 我們這邊來去跟喬治亞做一些貿易 盡量趕快大幅度的改善一下關係 然後我們這邊也要隨時記得任何一個都要做到貿易的路線 然後這邊 這邊你這一個你可能先來這附近改良好了 然後這邊港口一回合之後會完成市政廣場 然後這邊門畫中心 這一個真的是有點讓人擔憂 然後 你這邊擴張的太大了吧 你這邊這兩塊地 這幾塊 河南這邊壓制的有點高 要贏 要贏 這場遊戲應該會蠻困難的 這邊可能會先做遠古城牆 然後我們這邊 把這一塊地先改良起來 然後你這個先過來這邊幫忙 然後 這邊的話 我這邊有劍士的科技嗎 沒有 劍士 現在科技剛好是完成的 我們這邊可能要先走一個劍士 然後跟機械 先把這兩塊先打開 然後 市政廣場這邊我可以劍 但是錢不夠 所以要到下一個回合 我這邊先把競技場先完成 OK 行政廣場這邊有強化 呃 委任 你這邊有任何辦法知道他的關係嗎 這邊是8 其實 這邊目前來說關係還不算特別差 我這邊我可能會先把 呃 評價到這個先強化起來 然後 噢 你這個拿了很多啊 嗯 嗯 城邦目前遇到的太少了 我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探索 這邊把這個也改良起來 然後這個也改良 OK 呃 他這邊看起來 還是有想要過來 開戰的感覺 所以說 我這邊可能會需要犧牲個幾個 可能需要犧牲一點 樹林 然後 直接先把這一面牆很快速的挖開 因為不然的話 這個看起來有點危險 這邊下一個回合會完成 然後 這邊的話 弓 弓箭手這邊待會會需要有一隻進來這邊 然後 可以的話可以把它強化 然後這邊金幣是夠 但是錢 不夠 你這邊的話 8 所以 現在目前的關係是在改善的啦 只是說 前面累積的狀況下來不知道夠不夠 這邊的話 加文化 加信仰 然後你這一個 嘖 要不要先做到重世紀城牆 應該是不用 可是他這邊有水魔 水魔也是有一點 欸不不他這邊有弩手 所以弩手也是有一點麻煩 這邊可能可以先做到水魔 然後把 這一個先建起來 然後要你這隻先進來裡面幫忙 然後你這一個的話接下來要能夠升級到 劍士 才有辦法跟這一隻抗痕 劍士的部分 至少是35 35 還是有點落後啦 老實說 他現在科技已經是我們兩倍了 所以 還是會有點辛苦 老實說 不好處理 我看一下如果這邊有學院是加2 這邊的學院是加4 會比較好一點點 至少目前的關係現在是在往好的方向走啦 所以說 好處想是這樣 然後 這邊劇院廣場要完成 因為那個 競技場也是 嗯 我就知道 所以他還是直接發動了戰爭 這一個算是有一點點在預期當中啦 不過 當然不發生還是最好 但有一點點在預期當中 所以 我把這一個 可能會直接先做成伐木場 然後 這一個商人的話 因為你現在沒地方去 你可能就要先過來這裡了 然後 你這隻後續要趕快升級成 那個 我這邊可能 還會需要再來一些弓箭手 然後你這一個遠古城城要先建起來 你這一個來這邊攻擊 然後你這邊可能會需要直接建一個 原 欸弓箭手出來 兩回合弓箭手還算蠻不錯 然後這邊的話 選我自己 然後 奢侈品的話 可能要選橄欄 橄欄這邊是最多的 可是應該是不 應該是兩個都不會過 燃料 欸這個是我過欸 好喔 那國際貿易路 先加這個 我們這邊可能會需要選 這個 然後 後續的部分 文化這邊可以 有額外的加成 算是還蠻不錯的 但是我後續應該還是要想辦法進到 這一個加12其實蠻多 我這邊可能會先換掉它 然後正體的部分可能也會換一下 嗯 因為目前要開戰的階段 所以這邊可能會先考慮把這個拿掉 我們這邊 剛剛把這個放回來 然後這一個 目前還算用得到 所以這個 放進來 然後剛剛 剛剛的那一個封建契約 把它放進來 這樣子 然後 這邊的話 我這邊會先放幾個 進來這邊 喔這樣的話 有拿到備奧五夫 拿到備奧五夫的話 會稍微的 幫我緩解一點 呃 他們給的壓力 這邊也沒有任何人 呵 荷蘭也沒辦法貿易嗎 荷蘭應該是不是已經有貿易路線了 欸 也沒有啊 那為什麼不能跟荷蘭貿易 嗯 這邊 開放邊界的也沒有人 你有辦法讓我 交易 加入 塔瑪麗嗎 塔瑪麗是對面的嘛 對對對 我記得 塔瑪麗那我跟你交易 然後你幫我 你加入 聖戰 喔聖戰錢有點多 給你一千碼 這樣要多少 177跟30 不行這樣太多了 呃 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我把這個全部都給你 這個馬也是 馬我這邊給你20 鐵的話可能不行 這樣子咧 那你還是太多了 算了 這邊的貿易路線也沒辦法 嗯 國內木線也不行嗎 國內路線也沒辦法貿易滿奇特的 埃及 埃及可以 呃 那這邊全部到底說應該可以選啊 對啦 這樣才對啊 好這個我先選一下 這邊 索貝克 喔索貝克是自己的 我還在想說 嗯哼 好這邊先跟 阿姆斯特丹貿易一個 然後 這邊可能我也會再做一個貿易路線 而且應該也是阿姆斯特丹 對 這兩個應該都會是阿姆斯特丹 然後 我們這邊目前這樣子的話 正體這邊只有一點點 然後這邊有加4的金幣 呃我這邊或 我這邊應該還會需要再買個單位出來 但是問題是現在目前沒有東西 沒有地方可以讓我買單位 可能只剩這一個 嗯 嘖 是會需要單位的啦 嗯 這一隻 可能可以出來到 這裡先等 然後你這邊 幫我做一個弓箭手出來 所以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打仗嘛 你就一句話 一句話打不打 好這邊的話250金幣 你下一個回合才可以升級他 我們這邊打這個 然後這邊 打這個 你這一隻可以先升級成 用 呃 升級成劍士 劍士的話 打他至少 稍微的有一點防禦能力啦 然後 這邊的話我們打這個 然後 再用城牆打這個 然後 你這邊的話 呃 奴手完成了 所以我們這邊要直接生產奴手 然後你這一隻 你可能 也是需要先做一點城牆 我不擔心的是這邊有可能會其他有過來 雖然說這邊要過來的話 只能靠這一條路進來 這邊全部都會被阻擋 這邊的 呃 原則上地勢 地形是還不錯啦 但是就是 會被 他攻擊有點麻煩就是 我們這邊可能需要進展到 披甲戰士 要能夠出 好 至少至少他現在都還沒有辦法打到我任何一個 城牆 不是啊 任何一個 就是 單位的損耗 這算是 還算蠻不錯 然後這邊可能會派一隻弓箭手出來這邊幫忙 然後把這一隻 繼續趕手 然後 你這邊的話 因為剛剛打過了 所以你這邊 我覺得你可能需要過來這個位置站著 好啦衝過來打了 但是因為我的位置是比較好的 所以 還OK 然後你這邊應該可以繼續駐紮著就好 這邊 是哪一個單位 喔喔這一個的 呃你也回去吧 欸他沒走 靠腰 他居然沒死 我們這邊讓這一個佔領強化 然後 直接先打你這隻弓箭手 把你這隻弓箭手趕走 這個可以活得下來 然後 這邊的城牆會完成 這一個就可以打他 然後這隻你就可以先繼續駐紮回血 然後 這邊的話 這一個 獎帆船在這邊 我們把他趕走 他順便可以拿到升級 然後 這一個 我會把這一個弓箭手殺了 然後 這邊 把這一個槍手攻擊 他還沒有任何的掠奪我欸 倒是蠻意外的 然後中世紀城牆 要不要先建 中世紀城牆 後續是可以幫我帶來 留業績 所以現在先建到也還不錯 但我可能會需要更多的奴手 可是奴手的部分 奴手的部分 後續 下一個回合才會比較用得到 也不是下一個回合啦 就是 那個 我沒有要講什麼去 有點忘記了 斷掉思緒 好 這邊的話我可能會先把這一隻 直接先升級成奴手 還是要先這一隻 這隻先升奴手好了 這隻的潛 他比較 面對到比較大的敵人 然後這邊被掠奪 所以這邊這一隻 剛好可以過來 這邊維修 但是我可能會下一個回合再出來 讓他維修 這邊可能直接先做中世紀城牆 然後 這一個的話我們往前 先不要 你如果這隻在這裡的話 那我先不往前 然後這一隻的話也要先強化 這一個的話 我可能會先暫時掠過一回合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任何東西衝出來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目前看起來沒有任何衝出來的話 我這邊也還不能夠換這張卡片 因為我需要他的加勢戰鬥力 所以說目前這個需要先暫時放著 這邊你可能先駐紮 然後這一個的話 嗯 你這一隻奴手先打他 然後你打他 你這邊應該就可以過來這邊維修了 然後 然後 你這個過來這裡 這一個奴手上來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 你應該可以繼續完成競技場 接下來的話 嗯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需要弄的 應該會是 嗯 信仰的部分都沒有用到 算是蠻可惜 這邊都需要在聖地附近 所以那個也用不到 我們先拿一下海軍傳統 然後可能就要拿人文主義 接下來這個把 欸 這個把他殺掉 那這邊就只剩下一隻單位 還在這裡面 這邊的話有別人過來 有 OK 那我們進來 這 這一隻打得到他嗎 打不到 這一隻 40 他的近戰傷害是不是會有點高 所以不太適合跟他在那邊耗 我這隻先躲進來裡面 然後你這邊 先暫時在這邊等著 駐紮著 只要出了 中式地城牆 他們就不好打了 我這隻過來這裡躲 然後你這邊的話 中式地城牆是9 我這邊可能會需要有一些 痾 我有任何的特色 我記得我沒有特色近戰單位 所以沒有 沒有必要拿他出來 這邊基本上就是要等 披薩戰士出 然後用鐵去做他 所以我這邊的話 市政廣場我可以弄了嗎 還不行 155 還不夠 我們這邊的話 可能 我可能會先出 古羅馬劇場 然後 這邊還拿不到 所以 奧克蘭又出現了 奧克蘭哪來這邊 恩 不算特別遠 但影響也不大 也許 可是荷蘭 這是荷蘭的 恩 這邊的話 他應該有在建成牆了 這一個也有在建成牆了 如果 運氣好的話 或許可以稍微反打一點點 好 恩 這一隻目前沒有什麼用 我們把這一隻先趕走 好 然後這一個建造者 準備隨時出來做一些維修 我們先打這一個 然後 你的話 應該可以打他 他應該不會冒然的攻擊才對 我這邊可以過來這裡 然後這一個 打這艘船 哼 你也知道要和解了齁 好我們迅速的和解 因為我不是很想要跟他耗這一個 我其實有點想要先把這隻打死 但是算了 然後因為他這個害我的那個 害我走到黑暗時代也是蠻麻煩的 好 這邊工業區進來 然後 正體的部分我現在可以直接換嗎 可以 那我們直接先進到商業共和國 然後這一個部分就可以先不用動 我們這邊就先換這一個 然後 這邊先放進來 我看一下 目前 經濟的部分可以先拿 然後每回合獲得的 接下來的話可能會是這一條 恩 奇觀的部分 因為 奇觀的部分 後續用到的奇觀都已經是到中世紀了啦 所以說 接下來會做的就不多了 接下來的奇觀 紫禁城這邊應該是一定會走 因為 要拿那個 旅遊業績的加成 所以這邊科技這個完成 佩德拉古城這邊 目前是用不到 但是 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 可能會用到 牛津大學應該是會拿 可是牛津大學 需要在有學院的草原或平原上 牛津大學的學院就會比較麻煩了 恩 因為我這邊需要簡單規劃一塊區域給他 但是 恩 我看一下喔 草原或平原 因為中 因為那個 那個叫什麼 恩 人口 旁邊人口壓力的問題 所以導致這邊的 速度有點偏慢了 不是速度啦 那個 忠誠度的問題 冒出來 但是 理論上來說 不算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還可以控制得住 主要是 曹智亞這邊打我 然後自己還進到 還可以進到 那個 建成特色區域 應該這邊要選住壁改革 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後面還是會有一些區域出來 所以我這邊還是考慮先走 應該還是先走向這個 然後這一塊要把它修復 所以這邊進來之後 要過來這裡把它修復 然後你這個披薩戰士 先不升 因為應該目前還沒有馬上必須用到的 急迫性 這邊然後我先拿一個消食 然後 印刷術的部分 我可能會需要有一些學院要出來了 16個回合 忠誠度這邊可能會需要放一下 到這邊來 這邊的人口 生產力是稍微偏弱的一點 你如果這邊強制專門做人口 把人口先衝上來 讓你可以比較hold得住一點 附近的壓力呢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人口怎麼沒那麼少啊 啊我知道了啦 他被 他被燒了 難怪這邊人口一直在被那個 而且我的建造 靠腰我建造者死了 嗯 這樣子的話這座城就會有點危險 我們先把 中程度那張卡片先放進來 然後還有其他東西是中程度相關的嗎 嗯 目前看起來沒有 所以說 加住房 加一加二 加滿一度加住房 先 先放掉 那個真的是有點危急 嗯 市政廣場這邊可以見了 好 然後這邊 欸 其實他不應該過來這裡 我怕他會繼續燒 他可能會被燒死 對 差一點被燒死 你應該可以過來這邊啦 除非這個火山突然給我爆發 不然的話 你過來這邊應該是沒問題 然後 這邊的話我可能會需要你 先立馬建一個 港口的 不然的話 你速度可能會太慢 然後 我用你這邊來買一個建造者 幫大家各自稍微回復一下狀況 然後這個在這邊 駐紮回個血 然後 先過來這裡等 九個回合 有再慢慢回復 好 這邊的燒完了沒 好 應該是燒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中世紀 欸這邊市政廣場完成欸 速度蠻快 嗯 行政長官的加二 滿一度加住房 原則上應該會是這一個 這邊只有差 我只差這一個是沒有用到的 索貝克是沒有行政長官的 所以 這邊的話 應該是會選擇夜間廳 然後 我可能會把這一個放進來 其實應該可以另外再弄一個強化器 來直接丟到這邊來 但是 這邊目前來說 影響度還沒有到特別大 真的沒有用到感染欸 好奇妙喔 然後我們這邊 來看一下 跟大家各位開放邊界一下 喔還有代表團 代表團你要嗎 沒有 呃目前的關係 還是沒有到很好 OK 消食 消食 我這邊裡面應該是有 我們這邊把這個修復起來 然後 待會你過來這邊把它修復 這邊的話 果馬劇場 你有什麼東西還需要我這邊建的 好像是沒有了 但是 我這邊可能會需要你建一個學院 呃這一塊地是秋林 然後這一塊地是 也是秋林 嗯 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 一定馬上的水區 水區可能是馬上必須要先做的 人口已經滿了 所以水區這邊我會先做 那接下來這邊的話 十一個回合 中程度還是有 待加強 但是 至少已經比原本好很多了 然後這邊 中世紀城牆 好這邊 藝術 博物館這邊可以做 然後 下一個市政的話 可能會來做外交部門 這邊奇觀建築做的還是有點偏少啦 老實說 我先 等一下 剛剛 正體這邊 先拿一下這個 使者 然後再回來做這一塊 然後 貝倫塔 目前用不太到 待會這邊 就要走啟蒙運動 我們這邊目前 文化 還算是蠻後面的 有一些 還有一些人 然後 說到這一個 我覺得我需要弄一個 這隻先出來一下 我需要一個 偵察兵 我怎麼沒有偵察兵可以買 偵察兵不能買嗎 等一下還是他變了 閃兵啦 靠腰他變了 好吧 如果是閃兵的話就有點貴了 看一下 痾 真實品這邊你可以買一個過來 宗教的部分他們還在持續的打當中 我們把這個先修復起來 然後這一隻都可以先出來了 這邊的話 奧克蘭我可能可以先想辦法拿一下他的忠誠度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是 這邊人口停滯 這個可以先不動 這樣子 生產力有點偏弱啊 痾 是因為忠誠度的問題 你這邊忠誠度 確實是有點危急 我這邊可能會用砍東西的方式 直接先把人口讓他增長 不然的話 這一個繼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或者是做農村 也是可以的方法 但是我這邊可能會先把一些地拿過來 免得他繼續擴張 我也是有點麻煩 然後你這一塊就先去改他 大撒幣啊 痾 文物 一加一加二 這邊會先做個 我看一下情報局 購買陸地單位喔 但是我的宗教不夠 摸手他是往靈屋先建吧 這個駐紮 然後這邊 金證轉關的部分 這邊我可能會抓一個瑞納過來 派到索貝克去 然後你這邊其實也需要再有一個 建造者了 因為這邊這幾塊地都沒有改良 欸 可以不要一直燒嗎 這塊地也是要修的 你先來修這一塊 這個我們把奧克蘭的先拿下來 OK 這樣碰到了更多 唉唷 這個不就跟原本的很像嗎 這個我先拿 啊 可是他的那個 東西需要蠻多的啦 痾 目前這樣子的話 這邊應該是 就是其他文明的部分 然後這個 這一個 引地我攔著去 他自己去處理吧 接下來這一個 重點是 這一塊地真的有點低 但至少 忠誠度現在是有再 拉回來 美國 喔 阿茲特克 OK 這兩個 先給貿易代表團 美國 應該就是文化比較麻煩的那一個 十一 呵 你的話 恩 好 然後我們做一點貿易 這邊 跟他貿易跟他貿易 OK 美國的科技已經百八了 呵呵 難喔 這一場 這一場這樣會非常的困難啊 OK 我這邊要先跟你 做個 代表團 然後 給你一個代表團啦 這樣子 然後有誰有奢侈品的 都來 雖然說我現在四座城 全部都已經是在滿的狀況了啦 老實說 但我其實還是可以跟你們拿 你的話 不知道怎麼周圍的人就是一直有一種 虎視眈眈的感覺 這邊 建造者 恩 海克利斯 海克利斯居然沒有人拿 唉唷 我可以拿個海克利斯 然後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這邊 學院 其實可以考慮 要不要直接來這邊建一個 拉個科技 不然的話 確實是有點 蠻慘的 然後這邊 這一個 這一個生產液真的是有點可憐 海克利斯 過來這裡 直接完成他 然後你這邊的話 聖地 其實旁邊還有一個 還行的聖地 但是聖地我現在弄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 商業中心的話 至少還有一個加三 加三的商業中心倒是還可以考慮啦 保留區 周圍的話 保留區倒是沒有什麼 目前來說沒有太大的用途 所以我這邊可能 這邊的話就必須 交給其他人了 你先做個 古洞罵劇場 這邊他們是 喬治兩個他們一直在打耶 這兩個人好像從頭打到尾 先跟你們宣布一下友誼 你不要來煩我 這一個重誠度一直起不來 他會讓我的 東西 沒辦法弄下去 這一個的話 如果是這樣子喔 那我們 你 你出來一下一下 你去裡面 然後待會那邊把 待會那邊把 威樂中心蓋下去 魏鼠 這一個修復 然後我們把這一隻 你先出來一下 我們把這一隻 轉移過來這裡 你 你怎麼會跑過來這邊 這邊呢 明明就旁邊還有其他兵 你為什麼一定要跑過來這邊 雖然說不是在弄我啦 但是 何必呢 我們把這一塊地 買下來 跟 這一塊地買下來 然後 這邊的話 直接先做娛樂中心 這一個就會很賺了 六個回合 六個回合是有點緊張 然後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再回來這裡了 借我路過一下 這邊的人口長太快了 你可以回來 然後我們把 這一塊蓋下去 然後 下一個的話 就沒有東西可以用了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先把這一塊糧倉買起來 然後你 繼續回來做中世紀廣 中世紀 等到人口成4的時候 我就會 想辦法幫你把那個弄起來 現在重點是中程度 沒有起來 所以 它的那個 人口 它的動作一直沒辦法動 這邊的話 就隨便吧 進展 魔索大師王 靈幕完成 欸 一直都是我欸 大家都很喜歡我 OK 這邊弄起來 然後印刷樹這一個完成 文化的這邊 接下來要走 啟蒙運動 這兩個都可以弄起來 然後 我這邊的話 有什麼東西 需要馬上做的嗎 可能情報局 嗯 外交支持 其實算是還蠻不錯的 情報局雖然說也不錯 但是外交支持我覺得還是相對會好用一點 這邊是有一個學院可以簡單放一下 我接下來 這邊應該是沒有其他額外的 額外的區域需要馬上建的 所以 原則上 水渠 水渠 或許後面是需要做的 學院這一個倒是真的可以考慮 或者是中世紀廣牆 然後 但是我覺得外交部那些也是要用到 紫禁城 我們 看一下 這邊是有一個巨院廣場 如果我把它建在這邊 這個巨院廣場的 那個 回合子又會再上去 但是這一個 我覺得這一個 相對來說會比較重要一點 基爾瓦基斯 這一個 如果我可以拿到的話 那我的 那我這邊後續就會直接專注在城邦上面 那我這邊的話 文藝復興城牆先來拿 呃...這個把它趕走 然後 你這邊應該還沒辦法做 下一個區域對吧 我的建造者還沒有到 所以你要先在這邊住宅 然後你的話 你待會過來這邊幫忙 因為下一個這邊就要做區域了 這邊這個巨院廣場應該會直接建 所以你其實應該要過來這裡 你其實應該要過來這個位置 然後你的話 把這一個巨院廣場 你先把這一塊地拿過來 然後把這一個巨院廣場建下去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幫我把這塊進起來 然後你再繼續做 可是你的東西目前沒辦法做了 人口不夠 速度不夠 所以你這邊都要先幫我做糧倉 人口先起來 這個繼續駐紮 六十 我們差兩分 可以進到黃金時代 如果我進到黃金時代的話 我可以進到英雄時期 恩...這或許可以考慮一下 學院 還是說 還是說我這個 可是我這邊學院沒有了 沒關係 這邊這個 如果他可以做下來的話 應該是可以拿到一些的時代分數 你這邊的話 工業區有任何不錯的嗎 沒有 學院剛剛已經放過了 聖地是有一個加3 加3的下去是會有拿到時代分數的 你老實說 恩...這邊還有17個回合 17個回合 我覺得我們可以慢慢來 我先做圖書館 然後... 我認為重點其實還是在於這一座 可是因為他人口要到7啦 所以說他人口要到7的話還有一段距離 恩...講翻船也是一個方法 講翻船可以直接讓我拿到時代分數 我就不用擔心了 老實說 這也算是一個蠻簡單的做法 可是... 建造者我認為現在是比較必須的 因為我... 帝國裡面有太多地方沒有做到 沒有辦法做... 沒有...還沒有做改良 所以說... 建造者這邊只要8個回合 認真來說是不久 我這邊還可以再用... 一個吧 我記得 應該還可以再用一座 還是兩座 其實這一個建... 這一個才是重點 但是問題是... 這個的生產力一直... 忠誠度一直沒有辦法起來 沒有辦法穩定起來 所以... 欸... 靠腰喔 這邊的忠誠度一直沒辦法穩定起來 所以... 就會讓我覺得... 就會讓... 有點麻煩 我看一下 忠誠度的不... 欸這邊怎麼少一個 恩... 加滿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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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用不太到 可能加科技的 喔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已經放上來了 我這邊忠誠度應該就可以滿上來了 對... 但是他需要很多時間 恩... 我覺得我需要你先幫我去把這個處理一下 把這個建造者給我搶回來 你要跑去... 欸欸欸欸欸 這是我的建造者 哈囉 但我覺得我應該拿不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 理想方法是我直接建一個心得比較快 你怎麼會有辦法讓他... 在這個位置然後還一直拖延 然後現在還沒有把它處理掉 我真的是傻眼欸 幹 欸... 送不掉 好... 喬治亞的兵還是有一點多 痾... 看一下喔 目前... 我有去過... 荷蘭了嘛 那我現在會需要再來去... 先去一個喬治亞 維持一下關係 免得 到時候他又在那邊嘰嘰乖乖 很麻煩 這邊鑄雜吧 然後你這一隻的話 你待會要需要再來這邊幫我 在這邊建一個 或是先做這個也可以 那我怕到時候跑過去那邊到時候 就不要到時候又給我突然冒出一個野蠻人喔 好... 去做... 可以 喔唷 還好他又盪著 我這邊先做一個 然後這一隻過來這邊保護他一下 OK 這邊剛剛完成了圖書館 痾...圖書館這邊 可能要做藝術博物館或者是考古博物館 我可能會做一點點考古博物館 然後這邊的話... 成像... 不不不不 剛剛做的那個... 我們先做建造者 其實他可以直接買 我可以直接從這邊再買一個建造者 老實說 是可以的 這一個把它換過來 然後這邊忠誠度應該慢慢的會回穩 但是人口這邊還差有點多 所以... 我這邊會需要做一點... 這幾個應該都會是農場了 然後接下來... 土木工程應該會是重點 然後自由女神 這一個我可能會... 看有沒有辦法拿得下來 如果可以的話會還蠻不錯 然後莫斯科大劇院這一個... 其實我也會想辦法去拿一下他 其實這幾個科技都還蠻重要的 老實說 嗯... 我要先拿行政長官 強化呢? 其實這個應該要可以先拿的 嗯...可是這個其實相對來說沒有那麼的直接必需 呃...這邊的話先做個貓... 先做個那個貓衣 有沒有人有 沒有 嗯... 文化啊... 我應該還是會先做土木工程 因為這一個... 卡片還可以來用 這個卡片拿到之後再來去做自由女神跟莫斯科大劇院 也還可以 然後... 現在要隨時注意一下 時代倒數 是十個回合的 十個回合的話 我覺得... 我用腳盤才直接先讓我進到這邊來 比較快 我就不用再擔心 然後這邊的話 劍道只要360 不夠 嗯...還需要再等等 中程度這個有點久 77回合 欸... 你可能會需要直接... 欸...你不要在這邊動 這一個一直沒辦法讓我劍起來有點麻煩欸 我覺得我待會會直接去把兩口砍出來 這兩個做完之後可能會直接把兩口砍出來 而且要不然就是其實下一個時代會好很多啦 你這一個的話就直接去幫我自由探索吧 然後...這邊的話... 嗯...因為你還不能做農場 你先做一個這個 也還可以 好...然後這邊的話 把這一個... 待會把這一塊挖掉 這邊剩九個回合 八個回合 荷蘭是不是還一直在打 喔...荷蘭沒有在跟別人打仗 OK 這邊文藝復興城牆也起...也打開 呃...這邊的話 人口還沒辦法用 所以要嘛就是等他那邊 要嘛就是等這個 我們這邊直接把... 欸...他在動了 他在動了 好...他終於在動了 但是我會直接先把他人口... 我覺得我會直接把人口先挖出來啦 因為人口這邊... 呃...理論上... 為什麼你的人口會開始減少 我們科技的部分 科技算是這一個目前我走的偏慢的 文化至少122 文化算是有跟著AI 但是科技目前偏低 所以目前的話科技我可能要走一下大學 把科技拉起來 來... OK這個是正成長的 好...這邊的話... 城牆應該會完成 城牆完成之後我這邊直接... 先選... 劇院廣場把這一塊點下去 然後我們直接把它做起來 欸...請來啊... 你沒了嗎? 喔...好吧... 你居然沒了... 沒關係... 沒了倒也是... 還好... 你這邊的話... 住房人口食物都還夠 所以我這邊需要幫你做一些生產力的部分了 好吧... 如果你已經沒了 那你就去資料探索吧 我原本預期還有一個欸 所以我剛剛一個兩個... 呃... 好吧...可能真的沒了 我記得是只能做三個區域沒錯 七個回合 這邊偉人大作家 我們招募進來 然後直接讓他進去 然後... 這邊的話有什麼東西? 目前是沒有 我的巨作... 偏...目前也沒有到非常多 然後...這個是要拿的嗎? 嗯... OK... 然後馬丘比丘有沒有人拿? 有沒有人開始做的? 好像有 我看一下 馬丘比丘 欸...沒有人做欸 其實其實...但是... 別的地方不確定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沒有人做 也許是因為這塊地我還沒有拿到 所以... 他沒有給我那個選擇 但是理論上應該要有了欸 算了...如果有辦法拿就拿 沒辦法就算了 也不是說特別... 一定... 非拿到不可 那一塊...那一個... 那一個算是比較沒那麼重要的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把這一塊改良 其實目前看起來 這附近的漁船之間算是還蠻多的 好...然後這邊的話... 可能會先做個古羅馬巨場 然後這邊剩五個回合 五個回合... 六個回合...五個回合... 你先做這個吧 沒關係... 人口...是會有點成長慢 但是我想要先把這個弄起來 好...然後這邊... 一樣來做這幾個... 然後...目前的話... 這個我可能會留著了 你看你現在開放邊界 你還要給我錢呢 痾... 我可能會不拿 但是... 這個錢你也不用給我 這樣子有辦法給嗎? 不會... 我先跟你開放邊界就好了 然後這邊做... 伐木場 接下來... 劇作的部分... 我目前能夠... 因為目前能夠放的東西 還沒有到非常多 英雄遺物... 我來看一下... 痾...這邊有一個 可是你... 哇靠你這也太貴了吧 雖然說我可以跟你買 老實說... 不是買不起 但是這樣會讓對我的經濟有點大傷 所以... 先暫時不要 好... 目前大學這邊解鎖 這一個... 可以換上來... 但我要不要先換 其實是可以先放這一張 額外... 雖然說他已經剩一回合了啦 但是因為後面我這邊... 首都應該會繼續做其他的... 會繼續做其他的... 奇觀 所以... 應該還是會有機會用得到 而且牛津大學我蠻想要拿的 但是牛津大學... 如果真的要的話 就是這附近要做一個啦 然後... 真的要的話可能就是比如說 這邊做學院 然後這邊... 會需要做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 我覺得他的這個UI 可以再做得更好一點點 不然的話每次這個都很難找耶 找到了 對... 也許啦... 也許是會這樣子的... 雖然說... 我知道他這邊這樣會沒有任何的加成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放這一個... 奇觀的話... 只能夠用這一個... 只能放在這個位置上 好... 剛剛拿完的那一個... 讓我們這邊會做... 墨斯克大劇院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拿得到就是了 這邊的話接下來我可能會先做個... 其實阿瑪尼我可以拿 阿瑪尼如果拿的話可以先派去... 阿彌陀爺這邊... 阿育陀爺... 可以直接先派 派過去之後我這邊就會是他的宗祖國 然後就可以拿到完成建築的額外加成效果 可以 然後... 這邊的話... 該改良的基本上都改良過了 所以我們這邊先做基本的人面師真相 OK我們進到了工業的時代 然後... 也維持到了英雄時代的效果 然後... 基爾瓦基斯這邊也完成 痾... 城邦城中或者蟲族 兩座以上的話就可以獲得額外食物 所以我這邊會盡量去做... 去抓個文化相關的進來 這位是之後的... 要抓的重點 然後你這邊... 生產力... 食物其實都還算夠 我可能會幫你做農場為主 然後你這一個的話是要做... 一個這一個 然後... 這邊接下來... 齁... 你進到普通了齁 欸你居然進到黑暗時代喔 有點可憐 好 痾... 我這邊有其他的任何大陸嗎 其實應該沒有 因為應該每個都在同一個 OK 所以第一個沒什麼用 然後... 鑄斃這個一定會用到的 城邦城鎮氣這個也會 這個... 我可能就用不到 所以我可能會先選這三個 因為我原則上 不會希望跟任何一樣開戰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這邊... 自由女神波斯宮殿 波斯宮殿可以放兩個巨座 老實說也還不錯 我這邊可能會犧牲掉其中一個 來趕快做一個波斯宮殿 其實是可以的 痾... 如果真的要犧牲的話 可能會是這個農場啦 直接做 而且它可以剛好在這邊 可以額外加成 然後... 自由女神像的話 痾... 自由女神像也許就會坐在這附近 嗯... 我要不要先... 我要不要先把它鎖... 其實也不用鎖啦 就是要不要先做 可以跟它骨城 其他的都還好 OK 然後... 接下來這一個的話 你要幫我做一個大學 因為你會是我這邊 唯一在衝科技的人 痾... 然後你... 其實我這邊... 瑪格魯斯沒有... 瑪格魯斯沒有其他用處了啦 然後這邊有額外三個 阿玉陀爺待會也會拿到 所以我後面重點會是...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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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塔納要把它搶過來 因為我這邊... 欸這個其實應該已經過去啦 他還沒過去嗎 我以為他已經過去了欸 喔還有四個回來啦 對啊 我還想說還沒過去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要煩我 還有一個也沒遇到欸 OK 唉唷 美國居然在擴張 這邊有一個娛樂中心要處理 你這一個娛樂中心... 好啦好啦 你這一個娛樂中心目前是... 還沒辦法馬上做嘛 所以說... 如果真的要的話 是要把你挖開 但是問題是... 現階段應該沒有那麼... 馬上必須 恩... 東郊戰爭打得很熱烈 打得很兇 好這邊有莫斯科大劇院 莫斯科大劇院理論上也是需要考慮去做的 然後目前中... 痾... 這個要去荷蘭 我的...那個叫什麼 我這邊後續還需要做更多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 阿姆斯特蘭應該是最多的吧 好像不是喔 其實反而是阿娜姆 OK 我這邊至少要再做... 三條貿易路線出來 好 科技的...不... 市政的部分 接下來就是把... 這一個民族主義先拿出來 然後這邊我可以先... 這個... 可能要派一個過去 然後... 就可以先暫時放著 奧克蘭倒是一直都沒有人要 有點可憐 OK 錢倒是意外的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有這麼多啦 老實說 嗯... 我們這邊先看一下 貿易... 跟你貿易...跟你貿易... 跟你貿易... 然後開放邊界... 開放邊界... 購買的話... 我現在可以跟你們買的 226...都是226吧 直接先買過來 目前的話經濟應付的過去 然後...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需要可以馬上做的 比如說燈塔 這個就可以直接做 然後... 你這邊的話... 競技場嘛... 競技場...目前... 可能還不是這麼缺喔 這邊也是需要燈塔 然後...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再做兩個商人出來 OK... 錢從無到有啊 這邊這個已經拿到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就會衝... 安塔納 我這邊科...文化已經到159... 16... 其實已經完全跟上AI的速度 所以就是只剩下... 只剩下... 只剩下那個... 其實你應該可以先過來改這一塊 比較好一點點 只剩下科技啦 科技的速度是真的偏慢的 好... 這一個的話呢... 可用的路線... 我們可以去到... 有可以去到迪比斯 我可能會來做一個迪比斯的 阿拉茲特克吧 首都 這個先給你貿易 然後... 另外的... 有辦法到... 巴黎... 巴黎應該是我自己的 巴黎... 美國的你過得去 過得去... 那就直接去巴黎吧 這樣子的話... 就有四條了 OK 然後... 你這邊... 剛剛完成了... 劇院廣場 所以... 你這個的話... 我覺得... 先做個古羅馬劇場 這邊目前也是有48的旅遊業績 不算高 因為... 美國這邊已經在... 157了 他的旅遊業績偏更... 應該說他的... 每個旅遊業績更高啦 嗯... 有美國在其實這場真的會蠻困難的 我這邊待會下一個回合... 喔... 博士供電完成 下一個回合要記得先跟他... 貿易... 不是貿易... 維持... 關係 然後... 這個那個... 常駐使館給一給 這一個... 嗯... 開放邊界... 好... 接下來的話就會是自由女神 其實剛剛應該要把那個鎖住 因為我覺得... 我發現... 他的那個... 生產力變高了 不是生產力... 回合需要的數目變高了 所以剛剛其實應該要把他先... 鎖在那一個回合數 OK 我們來看一下啦 目前的話這邊有加8 然後... 加8加4加4 這幾個... 欸... 這幾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劇院廣場都還不算差 不過... 我覺得... 其實認真來說 如果重新規劃的話 應該會有機會變更好啦 但是... 我覺得... 以這幾個... 劇院廣場來說 目前已經算是還不錯了 OK... 我這邊應該... 好... 這邊還是不行啦... 沒關係... 我這邊要讓他做個... 你這個應該要先做個娛樂中心 然後要把... 這一塊地給我 然後娛樂中心做下去 OK... 好...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場就先玩到這邊吧 我們的... 目前的進度啊 呃... 科技的話落後大概... 三分之一到一半 應該是... AI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但是文化目前是已經完全領先了 現在就只差... 呃...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是可以把那些東西拉過來 就是把... 科技稍微拉起來一點 因為至少... 可能不會到科技輸 但我至少不想要... 落後他們太多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把一些奢侈品資源拿過來 讓我的... 滿意度是維持在最高的狀況 嗯... 然後接下來 我們下一個... 下一次的話應該會先把... 自由女神完成 然後... 可能後續還會再做一些其他的... 奇觀 理論上應該會再做一些奇觀 然後像這一些博物館的部分 我可能也會先做 我可能會在自由女神結束之後再來去做他們 呃... 原則上現在的話 後續可以稍微先... 我們可以先把... 馬公主司先派到首都這邊來 因為他們兩個那邊人口沒有差到很多 然後我... 但是看起來他是要轉移到... 會轉向我這邊來的 所以... 這也還算不錯 至於這邊的話 其他的城... 看起來中程度好像都還蠻硬的 所以... 這個怎麼一直沒處理啊 所以說... 看起來其他城應該是沒辦法動... 沒辦法動搖到他們 而且因為他們的人口都比我們高 所以...有點困難 但這座城比較可憐 因為這邊有13個人口在這邊直接壓著 哇...你這邊還有蓋喔 呃... 還有什麼其... 還有其他地...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點啊 是還有一座城可以去利用 認真要處理的話 這一座城... 真的要處理的話 可能會在... 這附近 可是也有可能直接在這附近 然後把這幾塊地都搶下來 因為這邊會有比較多的漁產 雖然這邊有一個奢侈品之外 我不知道這邊的奢侈品之外 或是漁產的狀況怎麼樣 如果這邊真的要弄的話 可能這附近會是有一座城 最後一座城啊 然後或者是... 其實... 其實你真的要說的話 呃... 這一個上面也可以有一座城 然後這邊可以有一個港口 然後... 這邊的話 這附近也可以有一座城 然後看狀況 如果運... 如果還算可以的話 這附近也可以有一座城 呃...我們看得到中程度... 目前的話... 應該是還好 應該是沒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這幾個 有辦法的話是可以做的 然後... 好... 順便剛好馬格索斯有派過來 也許我可以直接用... 錢 或者是其他方式去把開拓者買出來 然後直接到這附近去開城 那如果要到這附近開城的話 我的科技就會至少需要走到... 制圖學 他才有辦法到這邊來開城出來 OK... 然後...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啦 我是彩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有觀眾朋友記得按下留言 或者是按讚訂閱分享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組一起來討論 那就掰掰啦 掰掰